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万代在2022年8月11日 发售的SHF真骨雕制法的产品 假面骑士W 塞克中交卡形态 这款产品是采取一般店头发卖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7000日元 相较于初版W的产品来说 是贵了正好1000日元 贵了这1000日元在哪主要就是这款产品 它是属于叫风都侦探动画画的纪念版产品 然后其次就是还会多了一些配件 然后在峰绘风格上也是有比较大的改变的 正面就变成了正脸大头罩 然后侧面的烫银字符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是对应塞克中交开的两个形态 一边是紫色的一边是绿色的 包括盒子上下的系列名称的地方 也是有所改变的 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那一样都说了再拿出之前两版产品来看一看 首先是初版的产品 然后是在去年的6月份有过一次再版的 这次再版的产品 初版和再版的主要区别就是 下面的标志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也是一样的 去年我也有对这两款产品拍过一期对比的视频了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那期视频 这期视频为了节约时间 就不对这两款产品做过多的赘述了 我们直接pass 直接来拆今天这款风都侦探纪念版的产品 最近的真骨刀真的是没啥交位了 打开盒盖之后首先还是一份说明书 然后这边就是本体了 上层是本体 然后下层的话是所有的配件 这一次风都侦探版的产品 在配件上的区别主要就是会多一个 带有风都侦探字符的地台 然后在地台下面的话还会有一些飘带 这个飘带的话也是和出版产品是有一些区别的 之前出版和再版的产品 这个飘带是一大一小 两个都是硬质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把大的飘带变成了布置的材料 然后在布置材料的飘带周围 还有一些铁丝可以熬一些造型 过会的话会来演示这么玩的 先来看本体 拿出本体之后 首先还是先检查有没有中奖 SHF的产品主要就是看关节的松紧度问题 首先是双腿非常的紧实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没有松动的情况 两条腿都非常的紧实 然后手臂的地方也没有问题 单个手臂就可以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了 所以说关节松紧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躯干处的地方也非常牢 当然这个是新品的状态 如果玩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松的话 我不知道至少新品状态下 关节还是非常紧实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让我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今天这款产品在绿色这一边的涂装 非常的漂亮 使用的都是雾面金属漆的涂装 非常的有光泽感 作为对比拿出之前载版的产品放在一起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之前无论是载版还是初版的产品 绿色这一边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光亮漆涂装 所以说和今天这款金属漆放在一起的话 可以看到无论是光泽感还是这种发色 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很明显今天这款风珠震摊版的产品 金属漆的涂装是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金属漆的效果 也会更接近于剧中皮套的样子 还原度会更高一些的 除了绿色金属漆之外 在黄色条纹的地方 今天这款产品也会比之前再版的产品 会更亮一些的 至于在黑色这一半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 工艺是基本相同的 就是成型色再加上半消光的涂层 整体的效果都是挺厚重的 还是不错的 敷衍亮度方面基本上也没有区别 都是挺暗淡的 然后腰带处的地方 驱动器的涂装也是一样的 然后翻到背后 主要就是大腿和大臂后面的水口 依旧还是非常的明显 大水口还是有残留的 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话 就没有什么改变了 包括身体的形状什么的话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裆部下面 这个地方依旧还是没有涂装的 以前也是没有涂装的 当然在身体的可动性方面的话 肯定也是一样的 因为结构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所以说这期视频也就不再赘述了 配件方面主要有区别的地方 就是背后的飘带 在我右手边的这两个 就是风都侦探版产品的飘带 然后左手边的这两个 就是之前再版产品的飘带 都会有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 两个小的飘带没什么可说的 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涂装方面的话 感觉隐约是风都侦探版的产品 会更亮一点 漆模会更细腻一点 然后之前再版产品的话 会有一些发黑 但是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几乎什么有什么大大区别的 主要有区别的地方 是这两个大飘带 在版产品的大飘带的话 是和小飘带一样 都是固定造型的塑料零件 但是今天风都侦探版的飘带的话 是变成了布置的材料 而且在布置材料的周围一圈 是会有细铁丝的 所以说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掰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甚至是那种恶搞的造型 都是可以掰得出来的 自由度的话 会比这种固定造型的飘带 会强很多的 在体积方面也会比之前 再版的产品要大很多 差不多是两倍左右的长度 同时在布料的选择上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是这种有很强反光性的 这种银色的布料 我觉得这个颜色 不比这种银色的涂装差 还是挺好看的 当然这种布置的材料 也会有一定的缺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埋在周围一圈的细铁丝 如果你经常去掰的话 会因为金属疲劳而发生断裂 所以说在把玩的时候 最好不要经常去摆pose 去凹造型 很可能会发生损坏的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这种布置飘带 是非常考验玩家的审美的 如果是会掰的玩家的话 可以把这个飘带掰得很自然 然后很飘逸 拍个照特别好看 但是像我这种 没有什么审美的玩家的话 这种飘带通常就掰的 特别的僵硬 特别的难看 特别的不自然 就很难受 甚至有的时候掰出来 还没有这种固定造型的飘带好看 就看每位玩家怎么玩了 然后另外还多了一个圆形的地台 这个地台的大小 和之前50周年纪念版当中 带着的地台大小是一样的 上面是黑底 然后有印着风都侦探 然后有两个形态的标志 之后如果推出另外形态的话 这上面的标志 应该是会发生改变的 这个地台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只有一个地台上面没有支架的 这也是万代的常规操作了 然后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了 替换手型和之前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 无论是造型还是数量 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都是完全相同的 好的 今天这款炒冷饭的产品 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这款产品虽然说在绿色这一半的金属漆涂装 涂得非常漂亮 但我依旧还是觉得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买过出版 或者是再买产品的话 今天这款产品 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没有必要再重新买一遍的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出版 也没有买过再版的话 之前两百产品就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 直接买今天这款风都真探的版本就可以了 虽然说定价贵了1000元 但是多了个地台 然后换了个飘带 还是挺值得的 好的 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